从舞蹈班立定目标之后的谢盈轩 考上台北艺术大学戏剧系 他跟纳豆还有黄建伟是同班同学 而日中演戏的他 骑车脚踏板上放剧本 等红灯时就背背台词 早在学校就是戏上的大红人 甚至老师为他取个绰号叫谢大牌 就是希望他有一天能够出头天 谢盈轩说他还开始选择演舞台剧 是因为上台表演之后 下台可以回到日常生活做自己 只是剧场这十年的历练 为了生活 他也不得不打电话回家求救借钱 即使如此 谢盈轩依旧强调自己是很幸福的 带您了解 一千万 房子不是拿去抵押 为什么还一千一千万 怎么有办法这样对自己的妈妈 那是她妈妈 不管是麻醉风暴里沉稳的宋绍营 还是家盖春光里 汉陀宗华有对手系的按摩女子双双 我除了吞一口气 我还吞别的东西 你这样就受不了 你要怎么在社会上面生存 2015年在荧幕上初登场的谢盈轩 就备受瞩目 连续两年入围金钟迷你剧集 女配角奖以及女主角奖 让人眼睛一亮的演技背后 是14年剧场历练 念北一大戏剧系时期的她 就是戏上大红人 不只和纳豆是同班同学 还长演超龄高难度 纳豆的娘这类型角色 那时候也常常演戏 就是我很容易演她妈妈 所以她就是会叫我娘那样子 你为什么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演妈妈 我就是长得老 所以就老子放那样子 那老师其实也知道这件事情 那我其实那时候很感谢我的那位主修老师 也是他开始叫我卸大牌的 因为他就是他嘴巴其实就是坏 所以他就是会帮我们取一些奇迹怪怪的绰号 那你还感谢他 但是他叫我卸大牌 其实他拥有一种他说不出来的期许 就是他其实是希望我未来能够 拥有自己的一片天 分手吧我们个性不合 个性不合 每一场演出刁魔演技都是自我进化过程 尽管已是女神等级 但将近20年的舞台剧人生 好戏需要等收入又不稳 一度陷入低潮户头仅剩1000元 硬着头皮打电话回家和家人金元 就是说对不起我可能需要借多少多少钱 那可以对 爸妈没有拒绝过 没有拒绝过 那也不会说 没有这条就离其他的也许找别的工作 有啦 有讲过说 是不是需要找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 就比方说去当老师啦或什么的 教书 对 就那个年代对于他们来讲 就是铁饭碗就是稳定的工作 但对我来讲我还是会想闯一闯嘛 所以还是有给自己一点时间 看看能够闯到什么程度 这是我选择的工作 那我很任性 就是我可以跟家里的人说 我要做这件事情 那他们也没有阻止 跟他们要那样子 那他们也从来不会跟我说说你有一天要还 所以这个是我一直可以继续工作下去的动力 因为至少就我知道很多剧场的朋友们 他们是家里不支持的 所以他必须要另外再去打工 然后来还他的就是过他的日子 所以相对之下你觉得还 是幸福的 对 佳人背后慢慢的支持 是谢盈轩无后顾之忧向前冲的动力 后来被导演向重 2010年从剧场跨入电影电视圈 我跟柯先生之间真的是清白的 你当我是白痴吗 你当我自己这样 哎呀 对你背挡他挡手 是没有看我在拍了 其实店长秒切换凶狠的八哥 夺从人格的戏剧张力 也看见剧场催炼下 每部戏不一样的谢盈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